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徒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很可受持 我愿解如来真实力 请ovich be found 至今的 这一番 Isa 这匲罚 大家早上即乡 日夹 今天再接这个佛妻 以及小妻包含善使信仰的法师 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给大家来讲 三十十年法师内容的大理 希望我们借这个学习 能够发起我们内心 那个所谓的复形之心 落实在这个生活 也借这个英文 来跟大家接个法言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一切供养中 在故事当中 把供养回归了 这个法是方法 也可以说明 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 给我们这些的经教 我们今天想要觉悟 你不靠经教 是觉悟了 你今天想要明心见心 大彻大悟 要生死出三节 特别是我们这一生念果 想要得到旧静的五旧静苦 那靠这个经教是不行的 特别是近在这个时代 着恶的时代 所谓的着恶式的时代 眼睛一看出去 外面的诱惑的力量太大 所实在的外面的诱惑 我们依苏留神呢 救了一辈子 可能倒在一边 可能趁这一坨祥 所以外面这样的诱惑 再加上内心的不利六成 堪称水满明明地 哪来的照念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 不断每天就给自己做一个功课 听经也好 学经教也好 念佛也好 拜佛也好 每一天 每一天要给自己定下来的功课 不然的话呢 境界一来 我们就听不起种种的考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聚会在一起 在这个地方来念佛 目的就是要提醒自己 解体自己在这一生当中 能够依到这个法门 能够闻到这个佛法 我们一定要好好经济用功 你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成就 要不然呢 要不然呢 无论你怎么念佛 你都是跟阿里头佛结根源而已 修炼无法 还是你不堪秘给留道 所以这个法呢 确实非常的重要 每一天不动 一定有听经 无论你时间短 十分钟 十五分钟 要定下来这样的功课 心才容易定下来 不然的话呢 心腹气糟 随者外面的静静 不断地诱惑 那我们就容易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来上这个佛西 来用这个火号来学这个尖叫 这个我们要清楚 这个法供养是很重要的 那有人要会啊 师父刚刚从梦端回来 那我们进中协会那边的信徒 我这一次去到那边有没有特别 那边的居士看到法社好像看到宝一样 天天啊 我们这个协会 这请将这请法好多人来到道场 来问法师种种的一些 他们学习当中有一些迷惑 没办法解决 而且每一天啊 被这些巨师啊 今天啊 请到外面去吃饭 但是有一个条件 不可以在外面 为什么呢 不能冒险 因为现在的疫情也是蛮严重的 所以如果要请吃饭 在家里可以 我答应 而我带外面那就不行 简单就好 一个炒饭 但是非常难得 每天 他们请到家里吃个饭 让我没有想得到的就是 一家人啊 既然啊 祈求我们领众他们念 十分钟 然后请法师来开示 放个钟 因为他们吃到 法供养为大 这个功德太大 请法师讲经 请法师来说法 这个功德太大 每一天啊 所以我回来一蹭 副教了三公斤 两公斤 哇 那边的巨师啊 还难得的 好像看到法师 看到宝一样 但是在学校没有看得到 或者在摩托看得到 西奥看得到 学历还是看得到 可能看到法师害怕 不敢亲近 好像看到法师干嘛避免啊 所以有一位积蓄呢 他问啊 说师父 法供养为大 一般要以什么样的供养呢 一般我们就是印法宝 写抄金卷 供养三宝 或者我们印这些 造这些佛像 让大家结果发言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济能力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有能力啊 去做这些 那么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念佛的人 真正一个学佛的人 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要怎么样落手法供养呢 很简单 把你的自己的行为 运引 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 你是一个真正念佛的人 你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你是真正一个学佛的人 让大家能够对这个佛法 对三宝能够恭敬心 然后对佛陀的教练 能够深信的话 你这个功德太大 比如我们法师在这个地方讲经 那个功德是无尽的功德 一身做着 做一个好样子 做一个好把样子 让人家知道 学佛不是迷信的 念佛不是迷信的 念佛也不是消极的 念佛真的能够带来幸福美满的人生 学佛能够带来这个家庭的美满 让大家能够起了一个信心 对这个三宝 让你这个功德太大了 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个学佛的人 念佛之人 天天还跟人家训较 还要跟人家对应 还要跟人家成见 言语 行为 看到我们这样的 人家会相信吗 对三宝要信心吗 所以很多事情呢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下来 不是在外头 很多时候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要讲到最大的那个圆满 从我们自己 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能不能做一个好样子 让你的儿女 让你的相生 让你的父母 让你的太太 对这个佛法 对这个佛教 是一个很好的因缘 对这个社会 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如果这样的精神来学佛 用这种精神来学佛 来念佛 那你这个功德太大 这个是简单 先给大家来说明一下 因为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三十七年的内容 这个就是这一次 我到这个末尔 去举办这个三十七年 跟大家来接这个法源 出实在了 今天我们能够闻到这一句名号 学这个法门 说明我们这个人 释迦牟尔佛告诉我们 过去曾经供养一切诸佛无赖 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 所以从今天开始 要看别人 也不要去听别人 好好把自己做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法供养伟大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这个功德不可使用 就算今天将来不到西方起的世界 那你这个福报 有点想说不尽 人天福报太大了 做一个好样子给人家看 这个就是我简单给大家说明 还有一位祭司 他说师父 我念佛念了几十年 二十几年 为什么心回复不了那个清静心 为什么心很难 要说清静心这么难 其实不难 说实在不难 修清静心不难 关键在哪里 关键我们众生 分别心派众的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分别 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妄想 因为执着才能够产生 我这个我的存在 因为我的存在 你才起了一个傲慢的心 贪欲的心 欲望的心 种种 所以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求清静心很简单 分别心 你要落实 那怎么落实呢 统功进行开始 看到一切众生 皆是菩萨 看到一切众生 却是阿弥陀佛 哪来会有分别心呢 说容易 很容易 说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你想要回复你的清静心 在这个念佛当中 要得到弥陀的加持 你首先要去赶啊 怎么去赶呢 用你的恭敬心去赶 阿弥陀佛能够相应吗 诸佛菩萨才能够相应 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要出信静心 从这个地方下去 所以因为分别心 有我 有他 有他 有我 天天就是搞这些 到最后 你无论怎么念佛 就没办法 有清静心 很难 难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 死方一些诸佛如来 向地藏王府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好 狂风大乱 他为什么不倒 因为把一切忠贞当作自己啊 哪来会有计较 哪会有对立 哪来会有一种不喜欢讨厌 没用 所以恭敬心 你说 你不修 行吗 所以啊 很多事情呢 其实 不是在外陀 在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去修行 真正来修道 真正来落实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无论你怎么念佛 无论怎么修 你也不会成就的 像有一位居士 他跟我讲 师父 只要你努力 我们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发财 事业一定会顺利的 谁讲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生活很简单 人人都是发财 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啊 很用功啊 那为什么发不了财 穷的更穷 为什么呢 关键不是在这个地方 关键在哪里 用心不同嘛 主要在用心 你那个心怎么用心呢 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佛法很多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原则啊 已经为我们讲出来啊 都是饶着什么 饶着这个心都在变化的 一切法为心造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观五量受佛经 告诉我们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那个心非常的重要 你怎么用这个心 那个才是关键 那这个心怎么用呢 从恭敬心开始 将来莫名其妙 人家来批评我们 毁谤我们 说我们什么样的 说实在的 看到这样的事情 很多事情我们有时候 很不能接受 我明明没有得罪 我明明没有做错事 我明明没有什么样的 他为什么今天的 不断地来伤害我呢 什么样的原因呢 其实我们不要计较这个 真正学佛的人 他不宽在这个地方 他主要宽在你自己本身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怪谁呢 自己嘛 所以那个心怎么用心 就是一样 我们今天无论怎么念佛 你怎么努力 但是你那个心 所发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发起 你的菩提心 无论你怎么念佛 九牛二虎 我们念佛也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那个心用对了 用正确了 十念 一念 都能够往生西方极度 那个心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说实在的 学佛的人多 念佛的人多 真正修行的人不多 这个是大摩祖师 在世的时候 常常提醒这些弟子 修道的人很多 讲经的人多 真正的修道 争斗的 证悟的 绝悟的 已经不多了 打摩祖师 在梁武帝那个时代 你想一想 打摩祖师距离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几千年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听懂吗 清楚吗 清楚吗 不清楚 我没办法 这个我们已经尽心了 所以其实 在一起来学习 也是个好处 为什么呢 不容易倒 在一起 互相提醒 互相的 检讨 互相的警惕 所以你看我们师父 上人老儿上 几十年下来 六十几年 今天老人家已经九十多岁了 你想一想 他为什么不倒呢 天天读经 天天学经教 天天讲经 天天念佛 那不是一天两天 每一天 那我们呢 今天念经 今天念佛 今天听经 休息两天 看到外面的 先跑出去一想 先玩一玩 等到礼拜天再回来 跟大家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礼拜一又回复了 所以很难成就 所以有一位居士 问我 师父 那我要该怎么办 定寇 给自己 每一天 早晚 无论你多忙 至少 半个钟头 你要坐下来 念佛 用什么方法 实念法 一句一句很清楚 实念法 阿弥陀佛 听得很清楚 慢慢的 晚上睡觉之前 定家跟班个钟头 也是一样 不间断 三个月 你自己看一看 三个月 不间断 不得了 你那个念佛的佛号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实 你那个佛号无念而念 那个心 那个佛号 自自然然常常跑出来的 一到境界的时候 第二个境界 佛号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培养的 慢慢的培养 你才会有这样的 你不培养 你怎么行呢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明天不念 后天念了 到后天不念了 你不累积 不培养 行吗 不可能 释迦牟尼佛 也经过六年 阿弥陀佛 也经过五节 才会成就 来供养 把西方子的世界给我们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所以你要这样的去修学 不然的话 静界一来 他就倒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个三十七年 大家请合掌 清凉月夕 有水极寒 功得云 而无山不带 相向渡河 一举鸿鸣超恶事 嘉陵初雀 清澄 加号 鸭群音 好 经文我们念到这个地方 这段经文 上一次已经简单为大家 说明了 最主要这段经文 中文果实在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呢 念佛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感应不可惜的 感应不可惜 那怎么感应呢 我念好多年好像没感应 那如何去感应呢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净宗之妙 妙在哪里 妙在真行 你没有真功 你又没有正在用功 如果你真行 你真的在落实 无论在什么样的禁忌当中 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不离口 不离心 那我们就会有感应 所以刚才讲的 你要主动去感 阿弥陀佛才会有应 那最低本的 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感应 是什么呢 因为现代的人 如果不感应 他不相信 那这句名号 最低的感应是什么 不是看到阿弥陀佛 这个也是着相 最大的感应是什么呢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你那个烦恼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那个烦恼 又减轻了 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都是你的智慧 都是起作用的 无论在什么样境界当中 你能够应付得了 很好的结果 应付得了 很好的圆满 所有的事情 在你的眼前 你能够应付得了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很多啊 人不如一世的 常有八九啊 但是在这个 不如一的事情 无论我们在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当你真念这句阿弥陀佛 这个境界能够帮不了你的 你能够应付得了 很好 很圆满 所以起码这个感应是什么 你的身心健康 你的家庭美满 你的事业顺利 如果连这个小小的事情 都得不到感应的话 那大的事情 那就不要免贪 就免贪 就不用讲了 成佛是大事 往生希望起的世界是大事 如果连这个小小的 身心健康 家庭美满 如果得不到的话 那其他的是真的 那就免贪 这个就是感应 谁要怎么样去感应呢 你要真修 你要真念 一句一句的念得很清楚 住下来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压力 当作很欢喜的去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算忘念来了 也不用理他 赶快又回来 阿弥陀佛 就是忘险来了 还是不用理他 拉回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念佛不得了 什么样的功德 生死自带 没有一点的痛苦 这个就是中风国师 在这一段里面 告诉我们 这一个名号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的功德不可思议的 他的感应真的不可思议的 太多了 所以清凉月息 游水皆寒 上一次已经为大家说明 清凉 清凉就是讲我们的自信 我们这个自信本来是清净的 我们这个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所以中风国师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直下这个承担 你不用怀疑 你也不用 你也放心 你本来就是清净的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只是把这些阿弥陀佛怎么样回复 清凉月息 功德云而无三不代 功德云这一句话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喻阿弥陀佛 他的本愿威神加持 那种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中风国师在这个地方为我们讲明 功德云而无三不代 说明阿弥陀佛 他的愿力 他的慈悲 他的关怀 对我们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都不得到他的加持的 但是关键在哪里 只要你真的受持了 你肯发愿 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真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都是显出来在你的面前 阿弥陀佛都在互念的 就算我们不念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一样都在互念的 所以中风国师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 功德云而无三不代 什么叫做无三呢 无三指的就是我们一切众生 这个三是指一切众生 尽虚空便法界一切众生 只要你相信这个法门 只要你相信这个佛号 只要你相信释迦牟陀佛所讲的话 只要你深信释迦牟陀佛 在这个经教里面为我们说明 而无三不代 不代是什么 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的 只要你肯相信 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感应 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 关键在你自己本身 因为阿弥陀佛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我们的眼前 只是我们怎么样去感动他而已 所以而无三不代 不要说我们 说那些左脚已经躲在五间地狱了 右脚还在我们这个世间 只要你肯忏悔肯念佛肯相信 你也能够得度 何况我们呢 没有造这个严重的罪业 这些严重的罪业都能够得度 何况我们 没有呢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凭我们凡夫 我们是没办法去体会得到的 不要说我们 连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 瑟利佛 瑟利佛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 他是代表智慧第一的 连瑟利佛都对这些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都不知道 也不了解 也不明了 那我们怎么能够领了呢 所以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为佛以佛方能究竟 九法界众生怎么能够去体会呢 这个就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功德云而五三五代 简单为大家说明 请问师父 中风果实 为什么用这个云来做比喻呢 这个道理很深 三十七年的内容很好 你们大家喜欢做三十七年吗 喜欢的请举手 才几个人 哇那个末本 法会还没结束 两天三十七年 大家邀请 师父 八月份能不能再过来一次 你看他们这个三十七年这么有兴趣 我相信我们雪梨尽中学位也是如此 那中风果实用这个云这个字 为什么用这个云来比喻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云啊 若有 若无啊 是不是 你看看我们雪梨 那个天上 有时候整片都是蓝天啊 没有看到一片圆呢 是不是 过了几分钟突然间 阴天啊 有没有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常常有看到这样的事情 一片蓝天啊 看到好多好漂亮的一片蓝天 突然间有个白云过来了 黑云过来了 那比喻什么呢 比喻这个功德啊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很大的学问 给大家来上课一下 我们很多人哦 我常常遇到 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 很多这些道场啊 这些居士啊 常常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 这个功德真的是有吗 真的是有吗 有些人看到 我天天来供养三宝 来互储道场 哎 莫名其妙 突然间失业失败了 有时候我真的很认真 我天天来这个道场哦 来做义工 来打扫 出钱 出力 种种的 突然间生病了 这变得很严重 怀疑 师父 这个功德真的是有吗 不要说我们 你那个梁武帝 梁武帝是我们佛教的大护法 一生建庙建了多少 修庙修了多少 四百多个 那个福报太大了 你不要说四百多个 你能够建一个道场 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供养 来修行 来听经 来念佛 那个福报太大了 那建了四百多个 而且 造佛像 那个佛像福报太大了 地藏菩萨本云经 抢得很清楚 不仅仅造佛像 邪超 金卷 供养生理武术 打磨祖师 到这个皇宫的时候 梁武帝问他 我这么大的功劳 对这个三宝的贡献 问打磨祖师 我有没有功德 他其实要跟打磨祖师 宣耀的 但是打磨祖师 有神通知道 这个人的毛病太大了 直接了当 没有拐弯木脚 告诉梁武帝 无功无德 他这个大护法 你想一想 很多人遇到这个皇帝 都是讲好话的 或者你看到一个大护法 来到我们的道场 哎呀我要来供养 有时候 特别的交代 给他吃个 给他喝的 反正特别的贵宾 是不是有这样的 所以我出家到现在 我遇到很多这种人 我常常讲 我们出家人很简单 生活很简单 其实我们这个人生 很美好的 我们人生可以过得很快乐 过得很幸福的 就是因为自己的遗失 造成现在这个社会 造成现在的这个人生 说实在的真的 我遇到很多 只要你听我的 只要你听我的 我来护持 无论多少 我来供养 你会听吗 你看 打磨祖师 就告诉这个梁武帝 无功无德 你想一想 梁武帝会高兴吗 不高兴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又特意问打磨祖师 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佛 打磨祖师说 没有 你知道你修行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打磨祖师说 我不知道 那真的是怕吗 人武帝真的生气了 讲了一句话 话不投机 就敢 把这个打磨祖师赶出门 这一下惨了 没有人护持了 躲在少林寺 九年必须 面壁 打磨祖师九年 在那个少林洞 面壁九年 再等到会可出来 他才出来的 你想一想 护法不能得罪 所以有时候真的 没想到得罪他了 没人供养 打磨洞 师父去过了 去参观了 那个少林寺真的很壮观 很庄严 大家有应该赶快去参观一下 而且师父到那个少林寺 他的那个当家师 特别交代 表演什么 表演那些少林 那个内功阿弥陀佛 他学不了 太厉害了 我问这些的法师 你们一年当中365天 有没有生病 没有 好厉害真的 打磨祖师 一道梁武帝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这个功德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佛经也常常为我们讲 死放诸佛如来 没有一个不圆满的功德 但是中风果实又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 你也不能执着 虽然功德有时候有时候没有 但是你也不能执着 你不能执着 所以最后 我们应用打磨祖师的 讲的那句话 打磨祖师告诉我们 也告诉梁武帝 他说 这个功德就好比什么呢 随行的影子那样 我们的影子 我们走到哪里 这个影子会跟着到哪里的 那个功德就是像这样的 你说它有 但是你又走不到 你说它没有 它又明明一直跟着我们 这个就是功德 所以中风果实用这个云 来比译来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 功德不是在外表 今天如果梁武帝问 打磨祖师 我今天有没有福报 打磨祖师跟他讲 你那个福报太大了 那什么叫做功德呢 梁武帝问这个打磨祖师 打磨祖师怎么讲 那一句话很重要 打磨祖师怎么说 绝境圆满得道者 还会有功德 什么叫做绝境圆满得道者 就是说功德 就是说功德是从你的清净心出来的 不必要炫耀的 也不需要跟人家说 也不需要跟人家宣布 也不需要跟人家来表明 说我很了不起 他从你那个功德 那个清净心而出来的 不是从你那个几句话讲出来的 福报跟功德是区别在这个地方 功德能够帮助一个人解脱了生死 能够帮助我们成佛 福报是没有办法的 你只是修点福报而已 将来你得人生 起码你不会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 贫贱的家庭 起码你这个功德 你这个福报 能够把你带来人天福报 永远享受这种的福报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开端 释迦牟尼佛用什么 用圆这个字 来比喻我们的功德 来比喻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比喻阿弥陀佛的功德 比喻释迦牟尼佛 死邦以及诸佛人的功德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开端 又为我们说明 有十种大光明云 都是在讲什么 功德本来就是有的 本来是圆满自信而显现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字 只要你把那个心回复了 你的智慧你的福报 你的功德全部都是圆满的 所以如来果地的功德 就是在讲这个地方 那功德云而山不带 什么样的意思呢 主要性是什么呢 中风果是为我们讲什么呢 这个要我们好好来学习了 因为下面的很重要的 是什么呢 时间到了 明天再跟大家来报告 这个三十十十年内容的这些的大意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也祝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释迦牟尼佛讲 人生无常 记得 人生生命无常 国土脆弱 在这个世上 要好好过生活 能够看得开的就看得开 能够放得下的就放得下 能够看得破的 好好看得破 最主要的好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不要再受苦了 好好跟阿弥陀佛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最圆满的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年年如意 祝大家岁岁平安 祝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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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